1月14号 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志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在北京发表新春贺词 向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致以节日问候 各位海外侨胞 港澳台同胞 虎镇雄风流浩气 吐银盛世未新春 再过几天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我在北京代表志工党中央 向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想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志工党事业发展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蒋作军表示 过去的一年 中国是现代化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风雨兼程 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同贫共振 纯齿相依 中国志工党始终在智力围攻精神指引下 联系交往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每逢家节背诗亲 此刻我们更加感念你们对祖国的深情厚意 钦佩你们为祖国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此我向不畏艰难 孜孜努力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表示由衷的敬意 蒋作军说 不久前 中国志工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一次重要交接 他强调志工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将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使命任务 牢记初心 为巩固加强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汇聚磅礴之力 奋进路上 中国志工党将牢记智力卫攻初心 彰显侨海报国特色 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 锤炼为侨服务 建言献策的参政党职能 竭力将中国志工党 驻成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更加信任 更有归属感的温馨之家 赫辞岁后 蒋作军再次向祖国 以及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送上新春祝福 新春来临 忠心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祝愿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幸福安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